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和中亚五国元首签署的西安宣言具体内容 声明至各方宣布以举办此次峰会为契机 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正式成立 峰会每两年举办一次 中国为一方 中亚国家按国名首字母排序为另一方 双方轮流举办 各方将加快推进中国中亚机制建设 在重点优先合作领域尽快成立部长级会晤机制 研究成立常设秘书处可行性 全方位推动中国中亚合作和相关机制建设 各方重申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呼吁理解和支持 中方坚定支持中亚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 中亚国家重申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各方高度评价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对引领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 将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十周年为新起点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形成深度互补 高度共赢的合作新格局 各方认为 中国同中亚国家经贸合作潜力巨大 愿充分发挥 中国中亚经贸部长会议机制作用 全面提升贸易规模 挖掘中国中亚电子商务合作 对话机制潜力 拓展数字贸易 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各方商定逐步有序增开航班 研究中国中亚合作商务旅行卡等 人员往来便利化举措可行性 各方强调 应巩固中亚作为欧亚大陆 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 加快推进中国中亚交通走廊建设 发展中国中亚南亚 中国中亚中东 中国中亚欧洲多事联运 各方指出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的重要性 将推进这一铁路加快落地建设 各方支持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 扩大能源全产业链合作 支持加快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低线建设 各方商定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将于2025年 由哈萨克斯坦主办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